我们呢先中文的 好了 首先我们现在把这个压力调一下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盖子提起来 当我们逆时针旋转去减少压力 逆时针旋转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呢 这个指针呢往左边就是减少了 压力就减少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想增加压力的时候呢 我们就逆时针旋转 那这个按钮呢 这个指针就是往前转 还没有 一般我们调到0.6就足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调完之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盖子往下一按 然后就完成那个设定了 这个里面会有 经常会有水产生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个按一下 把那个水放出来 大家看有很多水 这个气管里面通过这个空压机啊 通过这个气管走到这个过滤器里面去办 所以的话我们就把它断一下 好的 然后就可以了 这个油呢是气缸油 这个气缸油是用来润滑这个这个气缸来作用的 所以每次 所以每次这里面一定要有气缸油的 啊 气缸油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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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